那曹云军就算饿死也不可能回德英社的 那老有人问曹云军能不能回德英社 我说绝无可能嘛 你首先你从曹云军的这个角度来讲 回去干嘛呢 现在多好 一个是自由个体户单干 啥是自己说了算 你最关键的是 尤其是现在还逐渐干出名堂了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 开始直播相声之后 很多人之前不是问我吗 说这个曹云军能不能够超过郭德纲 能不能干掉德英社 虽然说这个问题提的也是无机之谈 但有人这么问 实际上就证明 反显就说明曹云军啊 目前的这个事业是有上升的这个趋势的 是说过得就不错嘛 很舒服嘛 还回去干嘛 因为你回去就势必不舒服 直接就因为不舒服离开了 你还回去遭那个罪 你怎么想的 那又不是说是在外头穷得没饭吃了 你家曹云军在外面混得好好的 没有理由回去啊 而且你要明白 就曹云军这种性格 哪怕没饭吃了呢 他也不会因为想要吃饭 就回德英社呢 去吃饭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不可能的事情 哪怕真没饭吃了 去要饭了呢 也不可能去德英社要的 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啊 那另外呢 就哪怕曹云军想回去了 你还得郭德纲同意啊 郭德纲会同意吗 你不会的 那第一个 自己亲口就说过了 说得很狠当年 说以后会跟这个人呢 一刀两断 不会再谈及跟这个人相关的任何话题 说到那么决绝为止了 那郭德纲会轻易打自己的脸吗 第二个 郭德纲现在要考虑的这个问题一大堆 要处理的这个矛盾也一大堆 是吧 他哪有时间说什么 天天考虑要不要原谅曹云军这个事情啊 你就网友陈连在想这个事情 老郭的这个世界早就把这个事情给放下了 想都没时间想 我估计是 最关键的一点是 哪怕老郭同意让曹云军回德纲社呢 德纲社内部有一些反对曹云军的人呢 不让他回来的 你对这帮人 这帮徒弟 老郭你怎么交代 不好交代 你这样不好交代的话 干脆就别有这个心思 别没事找事 是吧 当然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了 那要万一德纲社目前的这个徒弟也都原谅曹云军了呢 这个你还真是多想了 这坎儿就没有过去 这个德纲社这边有很多徒弟 你别说是曹云军一样的这个云字课的 哪怕是鹤字课的徒弟呢 还有的人对曹云军和云伟当初离开的这个事情耿耿于怀呢 现在都没有放下 你最近郭德纲不是在那个天津德约社演出吗 十天前就五月六号 五月六号对 有场演出是他跟冯兆阳陶阳跟李河东一起演了个反场嘛 李河东当时就使了个包袱啊 说我把后台的这个保安秩序都维护得很好 好到我们的这个狗都快没事干了 快跑了 老公说怎么回事啊 这个狗是被你拐跑的啊 李河东说狗跑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狗跑了是因为心理不平衡退出了 这话一出底下关注 立马心灵神会嘛 开始起哄叫好 那大家都知道啊 你这还是在变相的骂那个曹云军跟何勇伟嘛 李对的那些人嘛 所以说他们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啊 那不还是有这样的这种气氛呢 那等于是这边越是这样的话 曹云军这边就更加没有要回去的这个形式了 是不是 别沉添想曹云军会不会等于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那不知道大家认为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写评论 我是大白 小姐百花天香 再聊